你给它喝点 汤着了汤 汤着汤这点 学生们早酒 敬给您吧 今天来到了连宜凉丘镇 凉丘大街 喝羊汤 大爷您好 还记得我不 记得 记得 我又一说有一件事 大爷肯定记得 就是我去年来你家两回 都没喝上羊汤 对对对 然后我给了您一块大葱 我是您 相对 想起来了不 是 今天变样了 变着鼓球了 变样了 你先吃一会吃 这羊肉咱咋卖的 羊肉赶紧70 70是吧 那羊杂呢 羊杂也70 全就70 全70那咱就吃羊肉吧 那来个30的 老规矩好不好 行 我开始收拾它 也没事 五花的都行 天呐 现在一天能卖多少羊 一天卖五六个羊 五六个羊啊 天呐 那过年两倍够吗 过年得八九个 八九个 天呐 过年直接双倍了 对 哇 哇 你是羊的羊血吗 可以 反正羊血是不要钱的 哈哈哈 哦 还拍大 那这个是什么 不是蒜 是姜 哦 行 这个是不要钱的羊血 好嘞 30哈 不要多给 哈哈哈 可以啊 可以啊 加点香辣椒好吃哈 还有花瓣 蒜瓣啊 可以 大蒜也得要 行 我们今天起个大早啊 这个是最新鲜的羊汤 好白啊 这煮了多久了 哦 一个多小时 哦 一个多小时 哇 那那为什么要煮 能煮这么白啊 是加了啥 这么加吗 骨头多 骨头多 对 羊骨头多 哦 自己杀羊 明白了 反正没有海客丝 没有吧 我看一下 哦 怪不得这么白 下面确实好多骨头啊 钓炉烧饼 阿姨帮我来一个 多少钱一个 一块一块 一块钱一个 可以 来一个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谭大牛 今天又来到了 林仪凉丘镇的凉丘大鸡 来到这个鸡呢 其实不是为了找猪头肉的大爷 其实为了来找这个羊肉汤的大爷 为什么呢 因为去年的时候 我跟这个大爷是有不解之缘 嗯 应该是叫知育之恩 因为我来了两回 都没有吃上羊肉 然后大爷就送了我一碗免费的羊汤 里面还加了羊血 就是印象特别特别深刻 所以我当时就是 正好买了一块葱自己吃的 我就把那块葱送给他了 就是也相当于是还了人情 但是今年我就一直想着要过来 然后你们也知道 我改大级喜欢改晚级 起不来 但是今天是为了这个大爷 赶找了一回 大早上就起来了 吃上了正儿八经的羊肉 他们家有一点跟别人不一样的点 就是它不管是羊杂还是羊肉 全是一个价格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就是不管是啥 咔咔咔一顿切 爱吃羊杂吃羊杂 爱吃羊肉吃羊肉 反正是一个价格 哎妈 我说的时候都在咽口水 再跟你们说一个细节 你看一下这个勺 阿姨知道我女孩子嘛 就爱干净 然后特意给了纸巾 又少包起来 估计当地男顾客来吃的话 应该是没有这个优待的 我觉得阿姨特别特别贴心 很开心很开心 哎妈 真的巨冷 现在早上有零度吧 说话的时候 感觉鼻涕泡都出来了 先搞一口羊汤 暖暖身子 哇真的 山东人吃醋不是盖的 酸酸的那种辣辣的 大爷里面还给我加了蒜 加了姜 还加了这种青辣椒 就是那种鲜辣味的 特别特别好 我跟大爷开了个玩笑 我说只要是不要钱的 全部都给我加一遍 特别好 看一下这是整个的羊肉 我以为在跟我讲话 给你们看一下 我买的葱有多便宜 兄弟们看看 八毛钱一斤 这一盔是20斤 16块钱 我的天哪 在你们的城市 这一盔要多少钱 太吓人了 等一下 哎呀妈 这个 这个 这个上面有土 天哪 确定今天这个是新鲜的土 把上面啃再吃 嗯 很甜 还没吃就感觉到甜了 打热 就是吗 有个大桶 这个你们 小口羊肉 大小匹法 救口羊肉啊 嗯 今天是真正意义上的早酒 有什么呢 因为之前我都是起碗了 确实起碗了 来兄弟们 哇 兄弟们 早酒 敬给你们 你们有机会 一定要来大鸡上 尝一下大鸡的羊汤 就知道大鸡的羊汤 跟店里的羊汤 差距有多大